今天來到香港,要拍這個街頭版的書中自有黃金屋 你答對了,就有錢 連接淡水 為什麼? 因為我聽過 你不覺得是D嗎? 你這樣問,肯定是服的 整個答案,是對的 你哪一頓頭呢? 你調調做得對的 Hello大家好,我是家聰 今天來到香港,要拍這個街頭版的書中自有黃金屋 還記得這個系列,我去年旁邊的時候,直播都有說過 一開始就打算出街拍的 之後就因為有很多原因,拍不成 輾轉反覆一年之後,來到香港 終於可以在香港拍了 但當你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相信我已經拍了 所以你們是沒有機會參與到這個可以送錢的遊戲 但不要緊,因為我還有其他東西可以送給你們 最後就是這個What's Royale 這個遊戲之前也有介紹過,雖然有些朋友也有玩過 但沒有玩過的,都可以聽我介紹一下 What's Royale就是一隻提供了實時PUP和CodeOP的塔防遊戲 一按進我的inbook box的link和scan上螢幕的QR Code 立即可以免費下載遊戲,以及爭取時間獎勵 接下來就來新年,有些朋友喜歡玩遊戲,想放鬆一下 其實玩這個What's Royale是一個非常好的放鬆方法 你可以在遊戲中研究到自己獨特的戰鬥策略 守護自己的城堡,陶時,進攻敵人 而我就是用這個牌組的 還有我個人比較喜歡玩CodeOP的合作模式 裡面會有多種不同模式的大魔王和小魔王出現 還有你也可以選擇你的家族成員、朋友或隨機的隊員和你一起戰鬥 你還有空偷試試看他們用什麼牌技組合和用法 有時不夠抽,對面還可以幫忙 所以這遊戲最適合你一個人等地鐵等巴士無聊的時候再玩 你就這樣放一些牌組出來,他就會自己進行遊戲 沒有壓力、沒有負擔 輸了,就玩過了 再說一次,現在去我inbook box的link 或者scan上螢幕的QR Code 立即免費下載Wash Royale 還可以獲取這個特殊的大師級寶藏 當中有金幣、卡組和魔法塵埃 還可以兌換這個傳奇卡 如果你用iOS版本,第一次開遊戲 記得允許它的Game Tracker獲取寶箱 不要錯過了 好,兩位怎樣稱呼? 同學 同學A和B 好,怎樣稱呼? 我叫Tom Tom,OK OK,我們現在還有Yumi和Penny 因為他們正在隔壁做街訪 我們互相交換,我就會請他們問問題 然後我會回去做訪問 好,我們很簡單 我們玩遊戲,會問你問題 如果你答對了,就會有錢 答錯也沒有影響 你答對了,就會有錢 有錢? 有錢? 有錢遊戲 如果你答對了兩題的話 一題賺一百元 四題賺一百元 五題賺一千元 六題賺兩千元 七題賺一萬元 那肯定很難 我們會答八題問題 不,你會答五題而已 預算不夠 你問幾題? 我問五題而已 好嗎? 第一題一項你不知道 但答完之後,可能會幫到你以後 請問兩位評審有沒有買六合財? 有 有沒有中過頭獎? 當然沒有 沒有嗎?知道為什麼 這題是問題 一項你便知道 這題了 看完之後你可以買六合財 截至2022年5月的數據 以下哪個六合財頭駐站被稱為全港最幸運的頭駐站 即是它誕生過最多頭獎次數的頭駐站 不知道的,以後你就知道去哪間買的 好,沒問題 OK,我們選擇題 A就是屯門市廣場 B就是中環市丹利街 C就是荃灣青山道 D就是尖沙咀漢口島 最高的那間是有47次 即47個人在中華樂財 覺得不是屯門 住了頭,我知道那間店在哪 你有沒有在那裡買過呢? 我只是在那裡買,也沒有中 你沒有中嗎? 真的嗎? OK B 中環市丹利街 為什麼呢? 撞的 撞的?那你還可以嗎? 可以的 我覺得中環或者尖沙咀 不是荃灣 因為我住荃灣 但我沒有聽過說很容易中六合財 好少人中六合財 我猜會不會是荃灣 想說多人買一些 但我都知道都多人 但還是猜一下 天王中 是B 是B 市丹利街 最後答案 是 會不會是屯門呢? 不知道 是屯門 屯門 尖沙咀,我選尖沙咀 我選A 你選A,你選D 那你們最終有沒有一個 要一起選擇 要一起選擇 大包圍是嗎? 我猜人那個 D D是嗎? 尖沙咀 為什麼呢? 直角 直角 尖沙咀,女人的直角很準 但我可能是歪的 尖沙咀 尖沙咀有答案是嗎? 是 正確答案是B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是中環市丹利街 不好意思 是B 就是中環市丹利街 竟然是? 正確答案是B 中環市丹利街 不是 拖了嗎? 真的 是A嗎? 也不是 正確答案是B A在屯門市廣場 也不少 有44次 全包有39次 尖沙咀那間有39次 所以這幾間是最幸運的 如果你下次買我去 可以試試考慮一下這幾間 中環市丹利街 我們今天沒有錢 我拿到我家 沒有 不用怕 不用怕 不要緊,自己當衣室 好 第一條 知不知道我們平時看到消防山 為何是紅色的呢? A就是方便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 B就是表示危險 C就是表示連接淡水 D就是用來搭載消防車 就是用來搭載消防車 你覺得是甚麼? D也有機會有 消防車 如果搭載消防車 那你怎樣看呢? 我覺得容易看到 跟著你 搭載消防車 最後答案是D搭載消防車 D搭載消防車 我真的是A或是B吧 你覺得是D嗎? 你有沒有很關心穿搭的東西 你覺得最重要是要搭載 應該不會搭載的 應該是淡水 淡水 你怎樣看呢? 剛剛一撞就撞到那個小姐 C C 淡水 為甚麼? 都是撞的 又是撞的嗎? 那你們倆同意嗎? 我同意 都同意嗎? 連接淡水 為甚麼? 因為我聽過 你不覺得是D嗎? 你這樣問肯定是復的 我想叫C C 因為收路的人比較容易認到 整理的感覺上 OK 你的朋友覺得也是D嗎? 你怎樣看呢? 你也可以的 你喜歡的 可能是A或是B吧? 如果你覺得是A或是B 我會選B 那你最後答案是? B 其實B和D 都是錯的 都是錯的 不是是C嗎? 就真的是C 蛤? 為甚麼都覺得是襯衣嗎? 正確答案是C 是表示連接淡水 你答案是C 表示連接淡水 OK 你答案了一題 對的 是C OK 答案了一題 你答案多一題 就有100元 OK 正確答案 是對的 是連接淡水 你堅定留的 你調整也做得對的 今天好彩一點 好彩一點 OK 那OK 答案兩題有100元 OK 正確答案是對的 是C 連接淡水 OK 一題沒錢 是嗎? 答中一題 即是表示 頭其答案多一題就有錢 OK 我們加油 因為這個私房山 我一般見到紅色 但其實它有很多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是有不同的功效 有些貨物品 有些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們一般見到的 紅色就說裡面是淡水 其實是 只要答案 這個好像不太明白 第三題 以下哪一個地方的人口密度是最高的 A 香港 B 澳門 C 新加坡 然後D 就是摩洛哥 D 就是摩洛哥 C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香港 摩洛哥 一定是摩洛哥 你的地理是不是很厲害 0分 0分 好像有印象 最近看新聞還是什麼 可以聽過 這麼厲害 但剛好閃過那一刻 就沒有留意到 我想答D摩洛哥 D摩洛哥 是 一定不能是摩洛哥 我也是香港 但香港 你們一節決定都是香港 你真的有錯了 香港 香港 要不要拍定手 OK 接著答案 是 很確定 要不要拍定手 自方 等一下就出了 你先回答吧 OK 正確答案 不好意思 是B澳門 是 我猜B 你猜B 你也是撞的 是 你們是否同意 同意 正確答案是B 你真的還是假 因為我覺得澳門好像是最小的地方 所以人口密度就會再 你又好像是正確 正確答案是B 澳門 不要緊 還有機會 還有兩條 你兩條 答一條也有100元的 我還不是 B 澳門 啊 差一點 好像正面 不好意思 正確答案是 澳門 澳門比較小 澳門比較小 香港是很厲害的 但整個香港來 可能有些地方比較少 OK 那你現在答到三題了 你答到一題就有200元 答到一題就有1000元 我們祝你好運 多不多茶餐廳 你多 茶餐廳術語熟不熟 那我不熟 茶餐廳的帥哥解釋甚麼 這不是問題 奶茶 不是 帥哥解釋白飯 白飯是甚麼 白飯 白飯 你是不是經常去茶餐廳 汪亞姐解釋甚麼 汪亞姐解釋熱咖啡 不知道 你有聽過嗎 這個暴露年齡 你有聽過熱咖啡這首歌 暴露年齡 嗯 你有聽過嗎 真的沒有 他裝模作樣 不要緊 你不用緊 華正多 合我身 為你煮咖啡 美大血 仰戴甘 是那黑咖啡 夏衛依知道是誰嗎 這是頭煮香 請問茶餐廳術語 夏衛依是代表甚麼 都有選擇的 都是呼之欲出的 A就是蝦多士 B就是西多士 C就是厚多士 D就是蝦子麵 我猜是西多士 其實A的蝦多士很接近 但我感覺上很少人喊這件事 茶餐廳其實很少 蝦多士是吧 蝦多士跟厚多士 蝦多士都這樣 但你去茶餐廳多是蝦多士嗎 不多 蝦多士 蝦多士 為甚麼 我不知道是直覺 直覺是嗎 用你女人的直覺 我零想法 蝦子麵 蝦子麵 給一次機會你蝦子麵是錯的 蝦子麵 給一次機會你 難怪我們讀書讀到這樣 讀書不教這些 不知道是撞的 也撞不中所以是無法選擇的 蝦多士 為甚麼 因為好像很順口 阿衛依蝦多士 對 我給你不是 我給一次機會 西多士 選擇是有些知識馬跡的 我提了你們 他提我們甚麼 西多士 糟糕我聽了 我不知道是西多士 哪件東西看得多一點 西多士 西多士 A A A是甚麼 蝦多士 為甚麼 撞真的撞 真的撞是嗎 是沒有字的 沒有錯的 我給你一次機會 我看你這麼厲害 C 好多士 好多士 為甚麼 都是撞的 你們同不同意嗎 同意 同意吧 最後答案是C 好多士 Yay 是 正確答案是B 西多士 哦 西多 他說要西多 西多是嗎 正確答案是對的 恭喜你 你終於適合了一條 正確答案是對的 就是B 西多士 他說你最後答案是B 西多士 西多士 正確答案是對的 是B 西多士 哈多士 有沒有聽過 我會聽過 旅行的直覺是很準的 所以我錯了 沒錯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正確答案是B 西多士 為甚麼 因為西多士 我們要淋一些唐漿 唐漿的人又叫做唐膠 他們又叫做臨膠 夏威夷曾經是 同一個粵語片的演員 臨膠拍過拖 所以夏威夷 就跟臨膠 扯上了關係 是否真的 上網 很牽強 為甚麼是真的 我相信你的 你相信我 是 出事了 我生氣的 我生氣的 OK 正確答案是對的 是西多士 嘩 至於為甚麼 我不會告訴你 不如看影片 好 OK 騙了兩個表 但不要緊 你們現在是三題 還有一個機會 這是很簡單的 是IQ題 860粒魚蛋 吃了三粒 還有腳一粒 正常來說是 857 但IQ題 好像是偵探 他們正在運算 857 IQ題 IQ題 不容易 發揮一下你們的小宇宙 沒數 好 我就撞860粒 都是860粒 都是860粒 OK 正確答案是7粒 為甚麼呢 857 7粒就不是 是7粒 860粒 吃了3粒 還有7粒 哈哈哈 很快 即是說8有60粒魚蛋 吃了3粒 還有多少粒 860粒 不是8有60粒 不是 幾個思路是正確的 60粒魚蛋 吃了3粒 還有多少 10粒 吃了1粒 2 3粒 1 2 4 4 5 5 7 你要繼續 十足出一粒 OK 恭喜你 你成功是答了兩題 我們有100元 就有100元 啊 是不是57 為甚麼呢 800是老人家 他吃3粒 他有60粒 為甚麼會這麼大 60-3是57 我不是計錯了 他有60粒魚蛋 是60粒 7粒 7粒 數學五星星 雖然跟數學沒甚麼關係 恭喜你 沒錯 就是860粒 10粒魚蛋 又有3粒 又有7粒 就是800 他錄了10粒魚蛋 吃了3粒 還有7粒 先恭喜你 還有多謝你 謝謝 真的有錢的 OK 多謝你 多謝10粒魚蛋 謝謝 錢都準備好了 哇 恭喜你 突然這樣派錢 對 你答對了 為甚麼 因為我都是懶得 Oh my god OKOK 非常厲害 算了 你沒有無奈 但不要緊 因為你們都是贏到錢的 OK 很厲害 100粒 100粒 恭喜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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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碰到多一題 我們就破產了 謝謝 謝謝 拜拜 恭喜你們 猜不到 你們前面 全部都錯了 但是最後 恭喜 恭喜 謝謝 沒有 謝謝 謝謝 這是不是多拿走的 這個就不行 這個比較貴一點 這個比較貴一點 謝謝 其實Tom Matt 我們之前在IG上 有聊天 他曾經參加了 複膝王的比賽 他是贏了 其實不只贏複膝王 還贏了甚麼 大專杯的全場總冠軍 哪方面 男子健體 Oh my god 實不相瞞 我也是曾經贏過 這個澳門飛機王 嗯 我也是全場總冠軍 喂 那我可以收一下複膝嗎 可以嗎 Oh my god 拍著我 飛機王 複膝王 謝謝To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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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題 拿一題 是嗎 拿一題 你不能問我 哪一題都不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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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中兩百 OK OK 這是一個連續題 好 三題 你答中三題就答對了 好 三萬加三萬等於多少 六萬 對 三萬除三萬等於多少 一萬 零 三除三萬 一 OK 三萬乘三萬等於多少 正常是九萬 三萬乘三萬 是不是九萬 我不知道 你答我 很慘 九萬 三萬乘三萬 九萬 OK 這裡還有答案 我問你一個 已經結束了 我問你一個 三萬乘三萬 又要九萬 是不是九萬 三萬乘三萬 如何等於九萬 那是甚麼 九億 真的 真的 計數 我都說我不好 好可惜 我給你機會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大家看完片 就記得 留言 Share 和Subscribe 拜拜